东西啊 我跟你说啊 您买不起 您别买 哦 您别现在 也加上咱们啊 假冒伪劣太多 名牌 名牌啊 您看我这名牌没有 是啊 您看我这个名牌没有 我要出去 我绝对不说我三百买的 嗯 我得跟人家说三千 是啊 为什么呀 孩子啊 您看亮不亮 您看 这么棒 多亮啊这个 是 够时尚 外边东西 有的是 这东西 仿造 就叫高仿 高仿 是 这个高仿呢 说老实话 这东西您得外卖五千 嗯 高仿的说老实话 您看看见这个 好一旦 五六百 拿下来了 是啊 潘叔叔 所以来说 他为什么给他一个假包 嗯 得了还等着呢 我谁谁谁名人啊 是啊 我有名啊 是啊 我谁谁谁的儿子啊 我会说相声 大伙没听说过 哈哈哈 是不是 但是我演编辑部的时候 你们都看见了 是不是 是啊 为什么 这名人 你要说我 这么大的腕儿啊 我多大的腕儿啊 我收小盒都当徒弟了 我都 是不是 我给您假包 哈哈哈 是不是 不能给您假的 嗯 他就是真要是假的 也得当真的给人家 这都说 反正我没干过这事啊 哈哈哈 我就是假的就是假的 这真的就是假的 假的不要不要 是 所以这东西多便宜 您看我能学没有啊 嗯 二十多我先买的 我就说二十多 是您是实贵人 哎 不让人说 你看我画一队狗 好 你这叫什么 这这叫什么来的 啊 画一老头 老爷车哈 这画一老头 我开始卖当老 都说啊 通过那个 何耀华大师啊 送女徒的假包 对 而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啊 实际上它是在宣传咱们的国货 咱们这甲包一千多 顶着国外的好几万 所以来说就在这儿的 什么东西谁都 说老实话 老北京有一个人 现在的人都好吹 有大个儿不说小个儿的 包括好多人 我在天坛六万的 龙丹湖六万的也是好吹 尤其那个名人他更得吹 他为什么 一个月我活 甭管他干什么的 他一月好几万 他一出场 冰的汪了 一出场好几万 说一段 说这么点一段 你看我这说半天 没人给钱 他得说半天没有 说一小段 好几十万 他是二十万能砍价 五千块钱也干 所以来说 说老实话 二十万 五千都算上 他也认识大腕 他名在这儿呢 咱们不是没名吗 您说他不是有一个好爸爸吗 对呀 他好爸爸也没把遗产给他呀 是不是 所以来说他拿这个包 跟谁跟女的外面 他得吹呀 那他收了一个女徒弟 也是三国混血 对 漂亮 就在这儿呢 你不要用马路那边的扫街子 他绝对他不收的徒弟 他不收 那女的他漂亮啊 身材也好 是挺好 是吧 那各自各 是 是不是 那些混血 啊 啊 长得跟 说老实话 跟八国的女人 不好看 啊 嗯 这个人得 这个心得得放正 真是 不能放到旁边 是 是不是啊 说您这东西 这东西 把一口说我这个假东西 您干什么真东西 真是 蒙谁呢 是 到时候对您影响什么样啊 是不是 您看我老百姓没关系 您那么大的腕儿 真是 好 谁不知道您的 好 现在都传为佳话了 啊 对 大伙都乐 真是 真是 男的女的都乐 就在这儿了 是 所以来说呢 我也不送我那种 你徒弟包 我也 我也不送他真的 我也不送他假的 我不送最好 您传说他真的记忆 对 我把这真东西交给人家 交东西 您得交真东西 是 您得拿得出来 您得看我在这儿说 我能真唱一段 哎呦 我也别唱了 我别唱了 回头我再唱的话 回头我再说我这三所 麻烦了 别别别 我也不唱就到这儿吧 就怕他女徒弟呆拜年为师了 对对对 他那徒弟 女徒弟找我来 回头我也送一包 我还不花钱 那边巴子给他送来了 回见您的啊